古有燕國千金買股 經有豫州昨日立軍 在河南鄭州的爛尾樓業主當中 最出名的應該算是亮亮立軍夫婦了 這對90後小夫妻分享的視頻內容 就像中國大部分的90後一樣 家境普通學習一般長相路人 畢業後是結婚就業滿房生子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 這是一對再普通不過的小夫妻 他們倆的形象和遭遇覆蓋了中國大部分人的過去境遇 亮亮立軍這對小夫妻 這次被打的源頭就是想去討回當初 買房時融創承諾的2萬元帆點 這次去融創討債也是因為生活壓力太大 連信用卡都開始欠錢 所以想要要回自己的2萬元 緩解當下的經濟壓力 沒想到的是等待他們的不是融創的帆點 而是融創的鐵拳 其實到這裡我也沒覺得什麼 我看這種事情太多了 也麻木了 每一件你第一次在網絡上看見的事情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早已發生了百次千次萬次 但是按照原先的套路 當輿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 把事情放在檯面上拿完的時候 都會由地方介入 這個領導先是前往進行慰問 開除臨時工 事件的負責人免職停職 先解決擺在民面上的問題 那順帶再安撫一下其他同類問題的情緒 給出一個整治風紀100天的方案 讓事前的熱度下去了再說 但沒想到被打兩天之後 夫妻倆的帳號先是被封號 然後街道辦一天都不想等的打電話感人 明明可以用最體面的簡單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偏偏要走最難看到的一條路 我都不知道是容創蠢還是誰蠢 這種針對中國普通人被打事件後 進行全往大面積大範圍大幅度的 山鐵山平封號 完全不顧及中國普通人的輿論和興盛的情況下 濫用公權 是想讓普通人沉默切斷 亮亮麗君夫婦和群眾之類的聯繫 然後開始名正言順抹黑受害人了嗎 當網絡上留下的是小兩口惡意維權 尋釁滋事 亮亮麗君夫婦兩人不食大鐵 融創已經沒錢了還要去要錢 影響交房進度 亮亮麗君夫婦兩人自私自利 明明熱度是靠爛尾樓帶起來的 現在居然不感謝爛尾樓還惡意要錢 說兩人是行走的50萬 除了水晶在發表這種言論 還有的就是那些欺軟怕因落井下石空穴來風的小人和人民的叛徒 還好亮亮麗君夫婦他們之前拒絕了BBC的採訪 也為安倍的死骨勾掌 否則這夥還不知道有多少惠譽加深 拋開融創延期交房單方面違約打人的事實不談 難道小兩口就沒有一點錯嗎 有些人的無恥是沒有底線的 改革的陣痛無奈的選擇必要的犧牲 爛尾樓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總是要有人去犧牲的 但為什麼不能犧牲富人 而是要摧毀一個又一個的普通家庭 你以為是亮亮學會的沉默 立軍失去了光芒 但其實是中國的兩個字蒙上了灰塵 這是鄭州最好的宣傳篇告訴了大家 什麼叫做真正的鄭州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